第一件產品review是Nars的唇膏 這兩款顏色都是比較成熟系列的顏色 這款紅色叫Future Red 而這款比較偏向啡色的裸色叫Nars Tango 大家看上去我好像沒有用過 其實我是有用過的 但的確我是比較少用了 大家見過我這麼多次應該都知道 我的化妝和顏色配搭都比較偏向少女一點 是自然一點 其實我經常都想試這些紅色的 但我經常塗在嘴上就覺得不太配搭我 我覺得我的樣子好像無法處理這些 那麼成熟的顏色系列 其實這兩款顏色系列都是實色 所以塗出來的感覺會偏向比較成熟 因為它完全沒有冰冰和水潤感 而我自己當然比較常用的就是以裸色 因為紅色嘴對我來說太難配搭 我即使不畫眼妝就是畫眼線 只用紅色嘴我都覺得我自己搭不起來的感覺 我就不太清楚是否特別 是甚麼特別系列 但它是挺不脫色的 大家都知道 在年頭還是年中最熱的不脫色唇膏 但大家都知道那支唇膏很乾 在我的嘴上可以擦得出擦膠 我覺得NARS這兩支不脫色 都算是不脫色 它是挺持久的 我吃完飲完都還有顏色 只在嘴上 但我自己覺得不脫色也比較乾一點 說完NARS的唇膏就到了NARS的眼影 這個同樣都是指甲油唇膏 那時候一起收到的 我這次一次過收到就是這兩隻顏色的眼影 我比較喜歡這隻閃亮的米白色 即是我左手邊這隻 它的名字叫做 很難讀 不懂讀 它的名字就是這兩個 大家可以看畫面 或者我在下面info box補回它的名字 它這隻比較亮 而且帶有閃粉 而且是淺一兩度 是中度的藍色 我不是可以形容這個藍色 好像夜空那種顏色 我沒有用過 因為雖然12月多節日 但我這陣子不知為何不想化濃妝 所以我沒有什麼機會用到這隻藍色 所以我說NARS有些顏色是比較難用的 因為大家都看到它的顏色很漂亮 但平常裝用到它的機率會比較少 而這隻就是我比較常用 我亦都用了好幾次 它帶有珠光閃粉的肉色 用來打亮眼頭 甚至做highlight 又或者你不想化眼妝 就是打亮眼皮 用來打亮眼皮 都是非常漂亮 它的閃粉是極度優勢 它的粉粒是很幼細 又不飛粉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隻 這隻不懂的 這口氣介紹了很多試用品 以下這支是自費買的 就是MAYBOLINE的HyperShop i9 大家如果記得我上次彈過MJ那支 就是因為我用過MJ那支這麼久 之後我掉了那支 我就買了這支 其實我以前好像印象中 我好像沒有用過MAYBOLINE的眼線筆 多年大部份時間都是用KISS B的 只不過這支伸出 也都好像很多很平 我就最近轉了用這支 它的眼線頭真的很幼 大家其實見過我化妝片用過 我這裡也不試相手給大家看 它真的是極幼的眼線頭 可以畫到一些很微細的線條 例如說開眼頭、畫眼尾 它都應付自如的 而且它畫出來都夠黑 我覺得是一支不錯的眼線筆 但一件事要注意 因為它的眼線頭真的很幼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雙眼皮闊度有差不多的 而且雙眼皮經常腫出來 用這麼幼的眼線筆 畫太幼的眼線筆 可能畫出來的眼妝 眼神會不夠精靈的 所以這個就是看個人 有些人很喜歡畫一些很幼很隱形的眼線 我自己就不可以畫得太幼太隱形 因為如果畫得太幼的話 我反而眼睛會不夠精靈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畫眼線是有這麼粗的 雖然大家都在追求一支極幼的眼視筆 要畫一條很精細很幼的眼線 但其實對於新手來說 這些這麼幼的眼線筆是比較難用的 出乎意料 新手應該是挑選一些像Kiss Me 或者Marker頭 比較粗一點的眼線液 會比較容易上手學畫眼線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剛剛學用眼線液 或者之前完全沒有用過眼線液 就不要買這麼幼的眼線液 因為會比較難用 之後那樣東西也是自費的 就是這個 Intersville的綠茶紙寶水面 它一打開又是很大的味道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綠茶味 但我聞起來它有點像洗澡液的味道 我自己就覺得這東西 它就一般的 就不是網絡評價那麼神 因為我剛剛買它回來用它 那一陣子剛剛的天氣就轉涼 我不記得我什麼時候用 我現在的天氣已經轉涼 轉了冬季那種涼 我連續用了三四晚至一個星期 我是晚上用的 就開始發現它不夠力 差不多用了一個星期 還是三四晚 我就發現翌日睡醒 有些乾的脫皮情況 在這些位置 所以我一發現它不夠力 我就轉了它 我就把它放在早上用 之前我說過 我早上是不塗护膚粉的 但因為冬天太乾了 我現在開始滴起心肝 早上都塗了 我就轉了去用早上用 還有化妝前用 其實它是一個很普通的水分霜 它的質地 真的很普通 它的質地都沒有什麼好說 它的質地都是一個很普通的水分霜 大家看到它是很容易推開的 是一個正常水分霜 它吸收力都算快的 不厚的質地 不油膩不厚的 但是始終它是霜 就不可以那句清爽的了 但是呢 銷售跟我說它適合冬天用 因為補水 我自己就覺得它不適合冬天用 我至少可以說一句 它不適合乾肌冬天用 我覺得中性肌混合肌 所以都勉強可以入秋轉涼那段時間用 冬天我覺得 好像現在這段真的冷的時間 我覺得不行 我反而覺得它是比較適合春天 還有夏美秋頭那段時間用 之後說了一輪化妝品護膚品 之後就到Kon 我不太懂讀它的牌子 就是這個牌子的Kon 是Color Kon 這個顏色就是掃 它裡面的紋有一個很明顯的黑圈 它的直徑是有14mm 它寫著14.0 它這裡大家都看到了 一個很明顯的黑圈 在One Day的Color Kon 我覺得它都算是明顯的款式 但是就不會太自然 自然到你戴了等於沒有戴 可以來到你的眼睛有放大精靈的效果 但這個就沒有移位的問題 它的弧度都適合我的 但是它就不是很軟身 很軟身 它不是很軟身很軟身的Kon 它都有點硬硬的 它是屬於厚一點和硬一點的 One Day Color Kon 我自己就反而覺得 有一點硬度和厚度 是比較易捉入眼的 大家要知道 每逢戴了7至8年 甚至10年Kon的人 它們的眼睛越大Kon 持久度越低 以我為例 以前我One Day Kon 10個小時都可以 眼睛很舒服 沒有銀眼的情況 但是現在 即使再戴得再好的Kon 就算不是Kolor Kon 即使再舒服再透薄的Kon 我戴6個小時 眼睛已經開始累 其實這不是Kon的問題 是因為我戴Kon已經戴了很多年 接著又說回護膚品 又是這支 Brighton 這支是叫做抗敏精華 就在這裏了 我不懂 它的質地是比較稠 有點像 剛才Intersphree的面霜 所以我覺得Intersphree的面霜完全不夠力 別人的精華都去到差不多質地了 當然 這支是精華 所以會比剛才的眼霜會流生少少 雖然大家看到它的質地是比較稠 但其實它都很容易推開 這支同樣都是多功能的 它除了可以做一個抗敏精華之外 它也可以做一個抗敏面霜 就是用法跟Toning Gel一樣 如果你在晚上 日常狐狸就用一瓶 如果你想做抗敏面霜 就用兩至三瓶 最多四瓶 塗勻面霜 同樣用水 濕棉花 敷在臉上 這個就要敷久一點 這個就要敷10至10 10分鐘左右 頂孔15分鐘 就可以做一個修護抗敏感的面霜 我都明白大家在護膚程序來說 最努力是做保濕 其次就是美白 女人一定是這兩樣東西 抗敏大家放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所以我就不在最愛系列推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用抗敏產品 也不是每個人都把抗敏產品放在日常護理上 但其實我覺得這支抗敏精華是OK的 先說一下抗敏效果 其實我自己的膚質是很有趣的 我是不容易用護膚品敏感的 大家都知道護膚品其實是化學東西 即使天然的東西都要用化學技術去做一支護膚品 其實我自己對化學成分的護膚品是不容易敏感的 我反而是對天然的東西很容易敏感的 我會對什麼天然的東西敏感呢 我是對污染 我對空氣污染 對一些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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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起敏感 例如什麼呢 例如空氣污染 所以空氣污染 若然那陣子的空氣污染質素很高 或者我 其實因為我住在市區 而且我住在低層 下面也有很多店舖 以前還沒搬屋之前 下面全部都是車房五金店 所以我以前的臉是極度敏感的 我一接觸到塵 骯髒東西 因為外面上來的臉 我臉就會起到一塊紅點 有時候大家會看到我拍化妝片 樣子好像剛剛起床 其實真的剛剛起床 大家會看到這裡 這個烏嘴狗位和面珠燈位 會有幾塊紅點 因為我家裡有養狗以來 住在低層的層上來 我很容易起床 就會有幾塊紅點的敏感 但其實我過一會就散了 因為我用了抗敏精華之後 一起床的敏感情況 大大改善了很多 少了很多 一起床就泛紅敏感的情況 除非有一個特殊情況 就是我家裡的狗 正直在患毛的季節 真的是避無可避 如果大家和我是同樣情況的特殊 特殊體質敏感型 即是對空氣污染、髒、塵埃有敏感的人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就是出門記得一定要塗防曬 要不你要化妝 這件事真的很特殊 因為以前我習慣出門 是完全不塗防曬的 所以我完全是在掃顏面出門 出去坐車很簡短的一程 地鐵幾個站 我整個面都會起了一點點紅色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空氣污染太差太沉 我一出去就會敏感 我培養了每次出門都會塗防曬 這個習慣之外 有塵的左隔 我就可以大大減低 一出去接觸到塵、髒東西 令自己敏感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然後也是試用來的 就是這個 這個叫加護水美梅 加護水美梅 它就是一個保濕噴霧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 就是保濕噴霧 但它不同化妝水 這些保濕噴霧可以在平常 日常護理用 又可以在化妝之後用 我自己已經用了三分二支 在一個多月內可以清得到三分二支 我對它也是一件不錯的產品 它第一個用法是怎樣 就像我現在已經化了全妝 可能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 皮膚底層已經被化妝品焗得有點乾 有些缺水 就是這樣 離遠 大家會看到大約一隻手的距離 噴涼噴幾下 我現在示範噴一兩下 再按一按 就可以做一個妝後舒緩的動作 其實這些保濕噴霧噴在底妝上 是想讓你舒緩 讓你的底層幾乎沒有那麼乾 不要讓你的妝脫得那麼快 浮浮浮浮浮浮得那麼快 所以大家要適可而止 不要走去兩個小時噴一次 兩個小時補一次 你越補得多 你的底層反而會越缺水 越想找得多養份 你的妝脫得那麼快 所以這些是會適得其反的 大家不要太跳濟太超過了 這個除了可以拿來 讓你長時間化妝得以舒緩之外 大家就可以 大家已經去到四五六個小時了 放工 之後又有街去 但妝脫得七七八八 大家可以重點 好像這樣 這個底 一個手掌的距離 噴在你脫妝的地方 噴一噴 大概是用水 溶掉脫的底妝 然後用刺紙印走 印走脫的粉 之後再補粉 就會貼很多 不會越補越卡粉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用在日常護理 就是當舒緩噴霧 用在日常護理 但我建議大家 不要拿來當化妝水 不要想著每天洗完臉 拿來當保濕型化妝水噴噴噴噴 因為是不夠力的 不是這個牌子的問題 是每個牌子都是這樣的 每個牌子的保濕泡沫 其實只可以用到舒緩的作用 它是不夠力 充當一支保濕化妝水的 譬如說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洗完臉 洗完臉 不是馬上就擦護護理 睡覺的人 拿去洗完臉 洗完臉 特別現在天氣這麼乾的時候 先噴幾下 我自己習慣噴四至五下 就是分臉 一、二、三、四、五 五下 然後就印乾它 讓臉有些舒緩一點 不要缺水缺得那麼厲害 舒緩 可能等到睡覺再塗護護理 我覺得 以舒緩作用來說 這支是OK的 但大家不要想著 拿一支噴霧 用來當化妝水 它是不可以的 有些水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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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